大家好,我是千锋教育好成绩员大师剧讲师小米老师 那么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Spark图计算的一个技术点 也就是Spark Galva X 那么这个图计算呢,相信大家可能说听起来呢 比较陌生 因为呢,它也是Spark技术当中的一个纠绽 也是一个技术点 那么这个Spark图计算呢,咱们今天讲解一个入门介绍 和一个弹性式分布属性图 还有一个图计算的一个存储原理 还有一个分据策略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入门 首先呢,我们要先想要去深入去研究这个Spark图计算的话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知道一下 Spark图计算,比如Galva X,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应用在哪里,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今天呢,我呢,就带大家去探究一下 这个Spark图计算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Galva X呢,是一个新的Spark API 也可以说,它在我们Spark当中的地位呢,也是很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相对于SparkCore和SparkSurf SparkStreamy来说 更上一层次的一个图计算计算 然后还有一个SparkMario 对吧,一个积极学习 那么这个Spark图计算呢 它主要用于图和分布式图的计算 那么Galva X呢,通过引入弹性分布式属性图 顶点和边均有属性的有向多重度 来扩展SparkRD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去构建一个图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顶点和边 并且它们两个都必须都有什么样 属性 然后内部实现呢 其实也就是SparkRD的底词 为了支持这个图计算呢 这个Galva X呢 开发了一组基本的操作 以及一个优化的API 另外,这个图计算 包含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什么呀 图算法 和一个图的集合 用于简化什么呀 它们这个图的一个分析过程 比如说图的一个 这个任务的一个执行过程 那么从社交网络到语言建模 不断的增长的规模 以及图形数据的重要性 已经推动了许多新的分布式图计算 比如说怎么样 这个Galva Galva和这个Galva Lab 这个Galva Lab呢 它这个是我们的Galva X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基础吧 通过限制计算类型 以及引入新的技术 来切分和分配图 这些系统可以高级的 执行复杂的图计算算法 比一般的这个分布式 这个数据计算 都要快很多 那么咱们这个SPAG图计算呢 比如说 它比什么快呀 比如说 咱们可能了解到过什么呀 这个Hadoop的Map Radius 对吧 它也是一个计算类型 还包括什么呀 包括我们这个SPAG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计算类型啊 但是我们这个SPAG Galva X呢 它呢 要比这两个更高级一些 要比这两个更高一些 分布式图呢 和咱这个分布式数据计算呢 它比较类似啊 那么这个分布式数据计算 采用的是一种什么呀 集合式图 而分布式图计算呢 采用率是什么呀 是图示图 那分布式这个数据计算呢 它是通过处理独立的数据 来获得并发的目的 而分布式图计算呢 则是通过对图数据 经分区啊 来获得什么呀 并发的目的 那就像咱们做SPAG开发一样 啊 我们可以设置什么呀 它的分区数 来提高它的什么呀 一个并发的效率 对吧 那更精准的说呢 分布式图计算 递规的定义了一些特征的转换函数 那么这个转换函数当中 转换函数这里面一些什么呀 转换操作呢 咱们在后续呢 会讲解 这个大家不用着急 我会讲解 通过并发的执行 这些转换操作函数 来获得一个一种什么呀 一种并发的目的 比如说对这个分区当中 进行什么呀 重新转换 分布式图计算呢 呃它要比这个分布式数据计算呀 更合适 这个图的处理 但是在典型的处理过程中呢 呃它并不是说最好的呀 啊并不是说最好的 那么这个也是根据我们这个 业务需求是吧 哎进行选择 呃那么上述说的这么多的 是它的一个什么呀 理论基础啊 那并且咱们也要了解一下什么呀 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对吧 哎也需要了解一下 它这个发展历程 我们这个斯巴克图计算呀 在这个最早的0.5版本的时候 比如说斯巴克0.5版本的时候 斯巴克呢 就带了一个小型的 呃一个小代目模块 也说把它作为一个小代目的一个模块 然后提供了一种什么呀 类似一种图计算的呢 什么呀功能 这个版本呢 还是非常什么呀 原始的 性能和功能呢 都是比较弱的 也就是说比较基础的 属于什么呀 一种实验产品啊 啊 属于一种实验产品 那么到这个0.8版本的时候呢 这个监狱业界呢 对于这个分布制图的一个什么呀 需求日益渐长啊 那么斯巴克呢 就开始独立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呢 就是咱们现在所知道的叫什么呀 叫斯巴克哥尔白 也就是斯巴克图计算 作为一种独立的图计算模型 他借鉴的是狗吧 来啊 借鉴的是狗买 也就是他的前身啊 他的设计设计什么呀 设计初中啊 那么开始设计什么呀 设计咱们的斯巴克 这个狗买啊 这个图计算 然后呢 他继续发展到0.9版本的时候呢 这个模型呢 就正式的集成到咱们这个主干当中 那什么叫集成到主干当中呢 也就是说 把它集成于我们斯巴克圆吧 当中啊 虽然是测试版本吧 但是已经可以试用了 比如说已经可以什么呀 小型的使用了啊 呃 小面积的什么呀 一种舞台的展示了 对吧 那么1.0版本以后呢 我们这个 图计算呀 就正式的投入到生产使用 那么投入到生产使用呢 也就是说 有的一些企业啊 已经尝试使用这个轨白啊 正式的去使用这种图计算的模型 那么现在呢 斯巴克已经更新到2.4多了吧 对吧 更新到2.4版本了 那么咱们这个图计算的更是日益成熟 对吧 更是日益成熟啊 那么这就是咱们斯巴克的一个发展历程 啊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 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斯巴克这个图计算原理当中呢 他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啊 他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呃 很多企业呢 也是用到了这个GORUX啊 这种图计算的啊 呃 这个模型 呃 来去做一些什么呀 做一些这个算法的支撑 对吧 哎 算法的支撑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什么呀 介绍啊